在影史众多香奈儿相关的传记电影里 2009年上映的香奈儿秘密情史 拍的不是最优秀的 但却是选角最契合香奈儿本人气质的一部电影 担任影片主演的安娜·莫格拉利斯 在成为一名演员以前 曾是一名时装模特 并且还担任过香奈儿品牌的全球形象大使 五官长相神似指环王里的利弗泰勒 却与香奈儿几乎没有过多相似之处 导演之所以邀请莫格拉利斯出演这部影片 完全是因为她本身特立独行的强大气场 几乎与成名后的香奈儿完全一致 美丽优雅 六弹幕疏离 仅仅一个抽烟所没的镜头 就能流露出香奈儿本人的神韵 为了让影片的浮化到 更契合香奈儿20年代的故事 电影的拍摄地 除了有香奈儿的私人别墅外 还带全球观众参观了 巴黎康藤街31号的香奈儿总店 并且全篇女主出镜的所有服装 都由香奈儿前任艺术总监 卡尔拉格斐为其量身打造 以及力让演员表现出香奈儿本人的风韵 作为时尚界的先锋 香奈儿的穿着 虽然仅跟时尚潮流 保留了20年代女装的基本扩形 但款式的设计 要更简洁和实用一些 尽管大部分的服装多以黑白配色 却尽显香奈儿品牌的高级感 比如全天我最喜欢的这件白色的长裙 她沿用了20年代女装H型低腰线的轮廓 但却没有设计成很复杂的款式 她的神来之笔是衣领的撞色设计 长挑戴造型的衣领 正反两面用到了不同的配色 交叉搭在肩膀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撞色赋予服装的奇妙高级感 而面料挺阔的质感 让这条白裙看起来更像一件 非常富有设计创意的风衣 衣领挑戴用到撞色的 还包括这条黑白配色的裙子 白颜色的长裙 在极抹黑色的加持下 就变成了一件配色非常高级的成衣 在世界所有顶舌品牌里 香奈儿是唯一一个 把珍珠项链运用到极致的品牌 影片里 莫格拉利斯出镜的大部分服装 都搭配了珍珠项链 20年代 为了让H版型的服装更灵动 潮流女性 往往会迭代长串珠的项链 香奈儿也不例外 她去总店工作时穿着的灰黑服装 就佩戴了四条长短不一的珍珠项链 让着装尽显优雅的气质 她迎接伊格尔一家 来别墅小住的时候 翻领款式的黑裙 也搭配了三条珍珠项链 并且长度还很浮夸 配色与衣裙的白色扣子 形成呼应 整套着装在别墅黑白背景的衬托下 除了让视觉 不会显得太过于繁杂 还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自信又慵懒的气质 香奈儿很多日常的服装 都是黑色外套加低领内搭 加低腰半裙的组合 她与伊格尔碰面穿着的黑色套装 还有她外出会见朋友穿着的服饰 都是这种穿搭公式 只是内搭的颜色会不一样 但配套出镜的珍珠项链和帽子 始终都是标配一般的存在 她们不增加着装视觉的繁杂感 却拉高了演员的气场 让她总带着一股自若即若离的疏离感 让人心生敬畏 且不敢轻易触碰 20年代的女装 还融入了很多男性化的设计 香奈儿工作时穿着的白色西装 就是从男式西装简化而来 但剪裁线条会更柔和一些 除了凸显了 女性天生自带的柔美风韵 也让女装变得更轻便更实用 影片里 莫格拉利斯还出镜了几套晚礼服 其中气质最独特的 是这条领口坠有毛茸的白色礼裙 尽管看不到下半身的设计 但从手推卷发到配套出镜的珠宝 再到裙子简洁又高级的配色 都有一种老娘死贵的质感 还有这条挂搏设计的银白色裙子 依然走着很简洁的路线 却丝毫不影响高级感的发挥 裙身装点的花卉刺绣 把裙子的高奢质感 拉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 莫格拉利斯在影片里 还出镜了一条1910年代的晚礼裙 款式的设计 很接近货布裙的样式 但要比周围女性身着的货布裙 简约的多 就连出镜的配饰 也减去了珠光宝气的艳俗感 使得着装气质更加轻力脱俗 在影片最后那场歌剧里 莫格拉利斯还穿了一条黑色的礼裙 低腰线的裙子 在一众彩色的女裙里非常的出挑 脖子上那条极副设计感的钻石项链 中间主钻的重量就超过了70克拉 光滑璀璨的效果 为这条黑色的礼裙 镀上了奢华的质感 在电影结尾的剧情里 老年的香奈儿 穿上了品台最经典的小香风套装 尽管此时的香奈儿 身形已是勾楼的状态 但服装体现出来的优雅气质 不会因为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蛋 而减去分毫 黑白红的配色组合 俨然成了香奈儿永不过时的经典 一百年前的香奈儿始终认为 时尚会变化 但风格会永存 所以他和历届设计师 一直都坚持着简洁浪漫的设计风格 莫格拉利斯 那一套套20年代的高级服装 一如百年后的香奈儿一样 尽管潮流风云变幻 他们依然能在大浪淘沙中 保持着自己不特的魅力 保持着自己不特的魅力 就能喝 otherwise 不美味